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說 公務員是管治團隊的重要組成部分 絕對有責任擁護基本法和落實一國兩制 張建宗在網節說 宣誓或簽署聲明 不單只是誓詞或一紙文書 而是集體展示公務員隊伍 擁護基本法和校中特區的忠誠和承擔 有助進一步保護、鞏固和推廣公務員隊伍 應該確守的核心價值 確保特區政府能夠有效管治 他說擁護基本法、校中香港特區 盡中職守和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 在基本法和公務員守則下 公務員的一貫責任 也是政府和社會對他們一貫的期望和要求 所有公務員都需要明確知識 並且佔立這些基本責任